第四季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ro 我今天想再說,我也很喜歡音樂 但是呢我不像那些音樂強人 可以彈奏很多樂器 但我相信即使不專業也是可以玩出裡面的樂趣 所以有時候我就去玩一些 賞心悅目又療癒的音樂物品吧 其實我小時候也學過鋼琴啦 但是因為鋼琴老師太兇了 我記得每次去的時候他就很兇 他兇到我超害怕 我躲在那個鋼琴椅子下面 然後後來我回去跟我爸說 我不要學 我不要學 我不要學了 所以後來我的那個 Label 就只停在 我可以彈給愛麗絲 其他就不會 然後就再也沒有下去了 但是我是還蠻喜歡唱歌 然後以前我們樂團嘛 所以我就是這樣哼哼唱唱啊 當作嗜好玩非常的好 只是可惜後來大家都對著忙嘛 結果我比較沒有時間了 所以有一天我就想說 不然我就來選一個樂器來玩玩 因為可以自彈 自唱是一定很幸福的事情 就發現了樂器這樣子 喔 哭莉莉 第一次看到這種樂器 我覺得超可愛的 他就是很像一個迷你的吉他 那其實我也不會彈吉他 但是我想說 應該看起來不難吧 我去買了一支 我覺得好可愛喔 但大部分就像是 不然想用的道具吧 我還自己貼一個貼紙在上面 很可愛 然後有一天我就看到了 原來烏克力可以有好多造型喔 所以我就看上了這一支 登登 是那個微笑的 這一個是那個Mahalo的 它這個像鋼琴鏡面一樣 但是它是黃色的 然後它的微笑的感覺 就讓你覺得心情非常好 然後像那個吉他會有那個樓空的 烏克力也是 那它就是用它這個眼睛啊 是空的 覺得很有創意 其實我到現在都沒有調過血 因為我只是覺得它非常好看 所以我就掛在牆上面 哈哈 可能它就拍一個照 假裝自己會彈 其實不會彈 哈哈哈哈 但真的很可愛有沒有 然後有一天我就發現 因為我很喜歡聽音樂 然後有時候怕吵到人家 就不能幫你什麼5.1聲道的音響 有一天我的耳機啊 就是皮都磨壞 然後線不小心被我拉壞掉了 沒有耳機的話 很多那個環繞的 重低音效果就出不來 然後有一天我就看上了一個耳機 登 粉紅毛耳朵 超美的 我第一次看到覺得 哇賽 其實我看到很多類似的粉紅毛耳朵 但是它品質沒有這個這麼好 它是那個 RESA的 專門做遊戲的 搜邊商品的公司 它除了粉紅色的貓之外 還有黑色的豹 你看它們的logo 就是三條蛇纏在一起 所以很多人玩那個 遊戲直播啊 都是用這個 因為它的環繞聲音效果 真的非常的好 Bass也非常好 你可以在這邊調音量啊 幹嘛的 然後它是用USB接孔 所以不是平常沒有AUX的 麥克風 我現在戴上去看看 把這個放到後面去 你看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我就是很喜歡這個耳機 它是品質很好 然後外型也超好 人家當一些拍攝道具啊 真的是很實用 不只喔 就是你用的當下 心情會很好 欸 我就繼續戴著吧 哈哈 我有一天又發現了一個道具 哈哈 一直發現新世界 就原來就是觀世音樂的領域喔 這麼多 這麼多好玩的 我先把它這個拍掉 看到沒有 這是一個非洲的鼓 Digini 我看到這款啊 我覺得好美喔 好像那個 范鼓的畫風 真的好漂亮喔 范鼓是可以用單手握著 而且還蠻輕巧的 我那天還看到 小月兒說來來來 姊姊來教你那個 然後她這樣敲 我想說 欸怎麼這麼不悅耳 然後就拿起來發現 欸下面是空的耶 你看 我手可以伸進去 它是讓你能夠 在那兩天這邊敲的 你聽喔 真的聲音差很多 我要挑這一招 我覺得這個姿勢還是不太好 據說好像還可以 就是用手夾什麼事 請教它 不要封閉式就行 那我聽聽看喔 哇 好響亮喔 沒有剛剛的感覺好 哦 因為它下面卡住了 還是剛剛握著比較舒服 看旁邊的 其實還蠻大聲的 所以我今天錄這個 我要趁那個 家裡都沒有人的時候 然後這個敲大力一點 我今天已經跟小朋友玩 然後他一敲我笑 哇塞 我說這個不行 姊姊按住你這個 你不可以玩 因為太吵了 好 就是音樂剛剛那個太吵了 所以有一天 我一在思考 有沒有那種 很療癒的樂器 也不會造成雜亂 也不會造成噪音 然後突然間 我就看到了一個樂器 彌補一下 之前犯過的錯 弄得很吵的樂器 就是 卡琳巴姆子琴 那是我看了小朋友的 就是你看 登登 我覺得好可愛喔 我自己加上那個小流蘇 因為是兩個小朋友嘛 男生喜歡 Paw Patrol 女生喜歡 Frozen 的Elsa 怎麼都貼上那個貼紙 其實他們也不會玩樂器 但是就記得那個貼紙 然後就愛不釋手 可是就拿來甩 可是至少 你知道不會受傷 我停下樂器給你聽 我覺得還蠻療癒的 這個C的聲音跑掉了 但是就很像那個水晉音樂的音感 這聲音還蠻療癒的 卡琳麥莫茨琪就是用手這樣斜斜的撥 而且這樣拿著好可愛喔 那小女生就會說 哇! So pretty! 而且小女生還是會比較 稍微愛護所以她會按一按玩一玩 小男生就會拿著這樣甩甩甩的甩 結果你看已經變成這樣了 整個都歪掉了 音就不對了 啊! 按不下去了 算了沒關係 反正就當做裝飾品也好 跟小朋友不要那種太貴重的東西 不然隨時都會壞掉 但我發現貼貼紙超有用 好啦!以上就是我玩一些樂器道具的分享 玩音樂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幸福的事情 而且人家也說 喜歡音樂小孩不會變壞 其實從小就慢慢培養 小朋友啊喜歡音樂真的是蠻好 可以從音樂裡面去體會到釋放心靈的感覺 所以培養成為習慣 其實不管是需要像畫畫啊 跳舞啊音樂都是一樣 以後慢慢長大 在人格培養過程中也會知道說 在調解壓力的時候 可以透過這些東西來抒發自己的情緒 那其實只要情緒 梳理好的人就會比較平衡 也就不會有太多脫緒啊 暴躁的行為 好!今天分享到這邊 其實這些我都還不是很會彈 但是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我就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入門 然後打鼓也是啊 就照著那個打 所以我覺得非常棒 你也沒辦法說隨心所欲 就制造一些聲音 你在練習的時候呢 通常都不是很好聽 看了心情很好 然後有時候你又可以拿來練習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平衡 也就是我們說的 玩出美的療癒 活出美麗心情 好!下次有發現什麼 再跟大家分享囉 掰掰 在這裡 我能夠生意 對你 你更喜歡 那一定是 按照 我們要不小心